老師您進到這個網址 您到上面這邊 我們今天所有研習的資料 還有錄影片 我之後也會擺在這邊 OneNote的翻轉學習平台 也許有些老師可能有用過 您在這個網址列這邊 您按輸入oneNote.net 前面是數字12341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 兩個方式您可以加進來 一個呢 最簡單的用訪課的方式 這樣就不用註冊 直接在這邊選擇 取得一個八位數的訪課代碼就可以了 那麼如果您下次還要繼續 因為它進去之後 會幫您記錄所謂的學習歷程 然後您有加入的群組 有加入的課程 有訂閱的資料都會在裡面 甚至您做的筆記都在裡面 所以呢您可以直接用相同的訪課代碼 下次就直接打進去按確定 這樣就可以 這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比較快的方式 那比較標準的方式呢 您就從這個會員這邊 那會員這邊一進來的話呢 您可以選擇就是用社群帳號的方式 不過比較不建議各位用Facebook 因為有些就是Facebook的 那個會設的比較嚴謹 會造成無法登入 所以Facebook目前有遇到一些有問題的 其他的Windows Google Yahoo都可以 那麼另外呢 如果您不想要用社群的 在下面這邊有一個註冊 也可以用您自己的信箱 比如說我有Gmail的信箱 可是我不想要跟Google的服務綁在一起 沒關係您就在這邊輸入您的姓名跟Email 還有您要的地址 那個密碼 那在這裡用這種方式的話 它會寄封認證信給您 所以您必須要去收信 所以哪一種方法都沒有關係 您可以用這個方式 那比較簡單的 我們可以先來這邊玩一下就好了 您如果覺得說 嗯這個平台還不錯 回去想要試看看 認真的來註冊一個帳號也可以 好那您從這邊進來 您會發現在這邊 是不是就取得一個八位數代碼 好就取得八位數代碼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複製下來 OK 那麼現在呢進到這邊之後 這樣就進來了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 在預設呢 會在它的這個叫做課程裡面 您現在看到在這邊 在這裡 您預設進來的位置 就在這個地方叫做發現裡面的課程 發現裡面課程 其實在OneNote的這個平台裡面 目前資料最豐富的應該是國中小 應該是國中小的 那國中次資啊 那大學的當然相對比較少 不過也還好 那我們呢 進來這邊之後 主要的資料 我會把它放在這個群組這裡 把它放在這個群組 群組比較類似像班級的概念 班級的概念 所以呢我在這邊 您可以按一下 發現裡面的群組按一下 那我剛剛已經把群組開放了 所以我們資料就在這裡 有沒有 不小心旁邊也都是我的 反正你隨便 吵一下 大部分開放的 我很多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點一下 那點一下呢 就可以準備進到我們的群組 我剛剛特別聊到是準備 因為有些老師等在這邊 門就會自動打開 沒有 你要按加入 好 你要自己按一下加入 那這樣就會進到我們今天 研習的這個 課程裡面來 我們其實所有的 要跟老師分享的資料 通通都放在上面 好 通通放在上面 因為老師手上 現在是不是有拿到一張 A3大小的對不對 新制度的 那只是我們上課的一個綱要而已 好上課的綱要 那主要的話 所有內容都會放在這邊 這樣OK嗎 那您進來之後 往下走一點 有幾個檔案 您需要下載的 我把它放在這裡 把它放在雲端硬碟 那這樣 讓大家可以用 OK